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纵有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国花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大家好 我是李舒吉 爱尔兰喜格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 一个话题 就是为什么中国人 有很多走路的说法 我是一个来自爱尔兰的 短视频播主 今年29岁 生肖术后 我从小对中国很好奇 我也有很多的产品 就是中国制造的 所以很多的人也说 中国这个国家发展得很快 未来你学习中文 你会有更多的机会 中国呢 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人 我要去看 这就是一种 探索世界的感觉 一盏灯 一个相机 一把桌椅 李舒吉的工作室 就位于他在北京的家中 作为一个在中国 生活了五年的外国人 他喜欢将自己的日常 记录下来 通过短视频 与观众交流 其实我更喜欢白天拍视频 因为我觉得这个光好一些 所以我先写一个教本 我自己读一遍 然后我把这个发给一个中国朋友 原来我开始拍一段视频 就是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 你在中国这么久 你可以尝试一下 你拍一些视频 所以在已经隔离期间 我有时间 我也觉得 这个我可以做 中国人也要看 一个外国人 从一个外国人角度 怎么看中国 所以就是每天 我遇到一个新的经验 我可以写下来 然后下次 我就是拍一条视频 这个蓝色的鸡蛋是什么 鸭蛋 鸭蛋哦 Duck egg 我在潮池里刚卖好了一些蔬菜和水果 我去买一些鸡蛋 然后我发现它也有很多的蛋 有蓝色的 我问他这是什么蛋 他说亚蛋 然后他们也有其他的黑色的蛋 他说这是松滑蛋 我们在家里 没有这个蛋 我们只有鸡蛋 所以今天我只买鸡蛋 我回家做饭吧 李淑琪说 做短视频博主 首先要持续输出视频内容 现在他保持着一周更新 两到三条短视频的频率 此外 吹宗时下热点拍摄短视频 也会获得受众更多的关注 我举个例子 最近在中国 很多中国人看 《喜成男孩》 直播 这个直播 跟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喜成男孩》 是爱尔兰人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热点 发一条视频 我的视频就是 你们知道吗 《喜成男孩》 就是爱尔兰人 然后很多的人 在评论区留言 是吗 我觉得 我以为他们是美国人 英国人 现在他们知道 爱尔兰是什么样的国家 他们有这些人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看热点 然后用这个热点 拍自己的视频 这条视频已经有快一万人点赞 近年来 随着新媒体在中国的飞速发展 观看短视频的受众也越来越多 李舒奇的小视频 也从一开始的几十个点击率 增长到千万点击率 李舒奇说 这在爱尔兰是不可想象的 我觉得中国的短视频平台和一些软件 越来越好 爱尔兰和其他国家 慢慢习惯了看短视频 但是我觉得还没有中国发达 我给他们看 你们知道我现在在中国拍短视频 他们都要看 然后我告诉他们 你知道一千万多人来看这个视频 哇塞 这么多人 因为爱尔兰人口只有五百万人 谈及拍摄短视频 给他带来了哪些工作机会 李舒奇说 目前他正和一家中国与爱尔兰合资的企业合作 从事爱尔兰留学旅游等咨询工作 希望成为中国与爱尔兰之间的桥梁 现在我觉得中国技术发展得很快 我们现在用的软件和去年用的软件不一样 也可以在中国比如说外卖很快 你可以在网上买一些东西也很快 现在的工作就是一个帮中国人去爱尔兰留学 去爱尔兰旅游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平台 我的目标就是连接爱尔兰和中国 介绍我的国家